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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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跟大家見面了 還要在這個特別的2020年 待會很快就會開始 今年的第一次 也是今年的最後一次旅程 今次是我第三次來到南京這個城市 不過今次大家都看到 我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開始這段影片 因為我身後 就是一個南京長江大橋 其實我來了三次 我都未來過這裏 所以我第一次來南京 已經是過了去江的對面 即是浦口那裏 在浦口那裏 在長江那裏 就看到這條橋 足足是很長很長 整段過江的過程都看到的 現在上來 就發現這條橋真的 很死長的 現在又不是旅遊的旺季 都12月20多日 所以參觀的人數 也不太多 所以我才有機會 慢慢慢慢地在這裏 在這裏看吧 原來這條橋 原來這條橋不單是 汽車和火車可以上去的 原來是行人等都可以上去的 原來是行人等都可以上去的 這條橋的感覺 是跟我們現在看到 新起的橋是相差很遠的 它是比你一種很樸素 但又很實用的感覺 這條橋的橋是 新處的位置就是 尋懷河夫子廟的景區 所以我已經第三次來 南京 但每次來南京都會來這裏走一走 因為這裏經常太近了 有時去到沒有那裏 你便會去那裏走一走 我剛才以為 今天天氣有點冷 但想不到這裏有這麼多人 所以我都戴上口罩 其實這裏是一座廟來的 拜孔子的孔子 就是孔孔子 其實這裏是一個很成熟很大型的商業街 所以裏面有幾座廟 有一個孔子廟 有一個中國科舉博物館 還有一個烏衣行 但是實際上 走一走一走 你便會覺得有點悶 這條橋上的位置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在這裏拍照 當然我都不可以放過一下 所以我一例幾次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孔子廟一個比較重要的景點 江南共苑 即是中國科舉考試博物館 裏面都是以前科舉考試的一些歷史資料展覽 這裏附近有很多賣鹽水鴨店 但是說真的 在孔子廟這裏買的 除了貴的話 味道真的太太太 好 各位各位 是不是這段影片覺得很意外呢? 對呀 因為由這段影片開始 我以後都會出鏡去做這個旁述 或者是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去過的地方 我去玩那些什麼 我去吃那些什麼 說回南京這個城市 南京其實我已經是第三次過來 今次是第三次的 所以今天就去了以前沒去過的 但又很出名 一早就知道很想去的南京長江大橋 其實這個南京長江大橋 又很久歷史的 也都是很值得去 不過呢 這條橋如果你是跟兩人團過在這裏 就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會去得到 基本上就是當地人啊 散客啊 自由行那些 因為它這裏 它在江邊 你搭巴士 搭地鐵 它都沒有什麼可以直達到 你都要轉一轉 但是其實挺值得去的 因為這條橋實在太壯觀了 上面你可以在上面行 在上面是行車的 跟著行人都可以一起行的 跟著下面那一層呢 就是行火車的 你是真真正正看著火車 穿過那條橋 很壯觀 加上那條橋呢 是橫跨長江的南北兩岸 是那個氣勢 相當相當的誇張 所以我是覺得去長江大橋 雖然去的路套 比較辛苦 比較遠 比較有些麻煩的 我覺得很值得去的 去完長江大橋 晚上就去了巡邁河 夫妻廟那一帶 繞一繞 其實那個地方呢 我每一次來南京都會去繞一繞 不知為什麼 可能因為 就是住在新街口這一帶 過去那邊其實不是很遠 有時候吃飽飯 沒有東西做 那就過去一過去 反正有的都是時間 都是這樣去玩 不過我就想說 其實那個地方 比較商業化比較重 就是跟南京其他的那些景點 有四處出入 他就是會給你第一眼的印象 這裡好滑色滑香 那個feel很好 但是你兜來了 你會覺得這裡好一般好一般 因為其實你很容易 比他兩邊的那些 那些店鋪去影響 因為他店鋪埋的那些東西 質素有點低 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旅遊商品 沒有什麼可以吸引到 我啦 我只是 沒有什麼可以吸引到我 所以我就覺得他這個地方 是比較千篇一律 當然那裡是免費的 進去是免費 去那個什麼膚子廟啊 那個什麼考試 那個科舉博物館才要錢的 不過沒什麼所謂 其實過去繞一繞都好的 畢竟他那裡也是南京的一個代表性的景點 其實今天早上 一飛到南京 一飛到南京 然後一擠低一些東西 就馬上出去吃飯 吃完飯就馬上去 長崗大橋玩 到現在還沒休息過 那現在我就準備去洗澡 睡覺了 還有一點時間 那帶大家看看我這次住的房間 那帶大家看看我這次住的房間 好嗎 然後就這樣 再看看我們 好嗎 好嗎